今天要拍一張開箱片 是關於我最近買的電子產品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記得按讚這個影片 我們現在開始了 第一盒其實我已經開了來用 就是這個電話 就是這個最新的電話 就是iPhone XS Max 金色和512GB 是最大容量的 因為我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而且我也有加入iCloud 我好像是2TB 最大那個 很多很多照片 movie videos 所以選了這個 而且我之前用的 是iPhone 8 Plus 習慣了一個很大的螢幕 就是在這裡 我有個盒子入住 其實這個Hall裡也包了盒子 不過我先說這部電話 這部新電話 比起我之前用的iPhone 8 Plus 這個鏡頭其實差不多 外面的尺寸 但是是大一點的 因為始終他 上面這些位置也顯示了 拿出來的手感 跟我之前的電話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一件事 就是他的鏡頭 超級漂亮 真的沒有換錯電話 因為我經常拍照 可能在IG stories 都需要一些很高質的 電話相機 這個也非常好 真的很明顯地看到分別 而改相方面也非常好 因為我用開Lightroom Classic CC 我記得我舊的iPhone 8 Plus 那部機 調整顏色 也沒有那麼多 這個顏色會比較出 所以非常推介 如果你們很重視高質的相片 或者video的話 也建議買這部機 但是一樣東西 也是關於相機的 就是 如果你是selfie 前鏡頭的話 會近了 比起之前iPhone 8 Plus 因為我開Live的時候 是感覺到的 但也非常喜歡 真的不介意的 因為真的拍出來的相片 真的漂亮很多 都已經習慣了用這個Face ID 因為剛剛出iPhone X的時候 我沒有換到機 因為想看一下 通常很多時候 第一批的時候 第一代都有些問題 現在我覺得買得過 因為已經是第二代了 很多時候都感應到 除了可能我戴著黑超 或者戴著我的韓毒面罩 那時候看不到我的臉 真的感應不到 要打passcode 但大致上我都很喜歡這部機 說一下這個case 就是這個盒 已經unbox了 這個case 也是在Apple Store買的 粉紅色 我最愛的 旁邊圍繞著粉紅色 後面是透明的 可以顯示我本身買的金色 這部機 我也貼了LV這個ring 因為始終比較大 這部電話 我之前iPhone 8 Plus 我也有貼一些 好像叫pop up 比較容易拿 這個有點不同 好像一個戒指ring 這個LV 可能順便說 因為已經貼在電話裡 這個其實有點容易脫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時候會脫下來 它是一個雙面膠紙的設計 所以也要小心一點 用的時候 我也是喜歡pop up的 好像比較好 這個有點硬 但已經買了 已經用不著 所以好像裝飾 有時候我也沒有用這個東西 已經習慣了這麼大的電話 另外它的鏡頭 真的大很多 比起之前iPhone 8 Plus那部 而且忘了說 我現在這個螢幕貼 是一個防止 privacy screen protector 因為始終這部iPhone很大 螢幕 如果出門的時候 可能在instagram 或者其他發訊息的時候 很明顯 很多時候可能 後面或者旁邊的人 會看到的時候 這個可以有一點點私隱 正面的時候 也看到我的鏡頭開了 但側面的時候 暗了 看不看得到呢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個 privacy screen protector 也很建議 我在Amazon買 因為Apple Store 他們那個賣光 好像50元一張 真的很貴 這個好像是十幾十元 在Amazon 而且這張 screen protector 是一架眼鏡 好像有玻璃 真的頗硬正 頗厚 所以我覺得 screen protector 沒有什麼所謂的 所以在Amazon買 好了 說完電話 然後真的到開箱 我有三大箱 在這裡 開了我最期待的先 其實這條影片 想拍了很久 但一直都還沒拍 我還有一部新的360度相機 哎呀 現在越來越先進 科技 這個是360度 我還沒擁有過 其實有點像GoPro的朋友 那些 好了 我們現在一起開 還有 講一下這個 這個牌子叫做 Insta 361 就是這樣 1 我不知道是不是1 代表第一代 還是怎樣 好了 我們現在一起開箱 膠還沒拆 我也在想這部相機可以何時用 因為360度 如果我拍這些影片 360度 會很奇怪 可能要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適合 這一部相機 剛剛插到膠了 現在一起開 有點重 而且有什麼建議 都可以在下面留意 告訴我 看看我什麼時候會用到 這個360度的相機 哇 就是這樣的 我在YouTube也看過 關於這部360度相機的評論 很特別 它有一支棍在這裡 類似selfie stick tripod 如果勾了這個下去的時候 看不到這一支 只因為它是很高科技技術 量度到這一條stick 不會展示出來 所以真的很厲害 很頂 首先是這一輪棍 好像可以拉長一些 但我也要研究一下 而且其實我對電子產品是極度 哇 嚇死我 幸好那些狗狗不在 因為它這樣 這樣掉下來 剛才 其實我對電子產品 真的零研究 真的不太懂 真的要上網看一些影片 看說明書才懂 很長 可以伸到這樣 然後第二件東西 在這個盒子裡面 就是 這個是什麼 好可愛 這個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在影片裡見過 這個是小小的tripod 是一個很足料的 鋼鐵的tripod 可以這樣插著 應該是... 有沒有伸縮 應該沒有 我猜 然後下一個 當然是相機 看看這個怎樣插出來 就是這樣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用這部機 我真的要研究一下 因為我看過的影片是review 不是unboxing 所以可能我要看一下 unboxing的影片 怎樣的 蛤 開了 我剛才不知道按了什麼按鈕 就是這樣的 我以為是好像那個圖 原來... 原來是這樣的 開了出來 我要再研究一下 如果有朋友想看一個review影片 一個詳盡一點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不過我要用一下 是這麼多 而且這個盒子裡面 也有最後一個格 應該是說明書 一些電線之類的東西 我猜 因為要充電 對 原來還有一些這樣的充電 我充了電 再研究一下 這個... 這個是充電嗎 好像不多次 對 可能又是另一個tripod 因為這裡可以這樣 搶相機上去 剛剛拆了出來 就是這個才是充電線 就是了 好東西了 很期待 因為充電可以試一下用 好了 然後下兩個開箱 其實呢 對 其實也可以說 這裡全部的東西 都是一些關於拍片的用具 就是這個耳機 這個也很出名 這個牌子 這個是藍牙耳機 即是無線 即是無線 那些 它的... 型號 可能我打在下面 因為其實我真的不太知道 對 不太會分 那些型號 到時候我再打 再把連結 放進去 好了 我們現在開出來了 而且也發現 沒有線 真的方便很多 因為其實我在LV 也買了一個 無線的 耳筒 藍牙耳筒 所以真的方便很多 因為其實有拉到線 有時候很容易壞 因為可能 又不知道 周圍的 所以容易壞一點 好了 剛剛開了膠 現在一起 是這樣的 很有Apple的感覺 這個盒 開了出來是這樣的 一大盒 然後呢 先研究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盒 應該是很Apple 這個 現在所有電子產品的設計 也是有這樣的膠 這個是個Case 按這個按鈕 嘩 好帥 其實有些很Man 但它的質素很好 如果聽歌 還有剪片的時候 有時候 因為我都會帶耳機去剪片 因為始終都加音樂 好像現在這條片一樣 如果不帶耳機 可能有時候音樂 會過大聲 所以我其實剪片 每一次都會用耳筒 如果這個是很高質的耳筒 所以可以聽得很清楚 而且有時候我用有線的時候 有時候剪了一點 可能那個線 壞壞的 所以有些位置剪了出來 所以很期待用這個 這個 這個是這樣的 好帥 看看怎樣勾下去 這個是什麼耳朵 沒有寫左耳 這個是左耳 就是這樣 這個有點大 因為我之前另一部藍牙耳機 都要轉它們 小一點的耳朵 因為我的耳朵比較小 看看它有沒有 沒有先 有的 通常都會 等我給你看一下 他們下面這一層 哎呀 下面這一層 首先有這個說明書 然後 它們有些聲音出來 然後有另外一些尺寸 這個是細碼 如果耳孔比較小 好像我這樣 可以換一個細 現在應該放了上機器 應該是medium 因為我LV那個 我也要換成XS 然後它有跟著大的 然後它的充電線在這裡 這一盒就是這麼多 我現在轉了去做細 照計這個case 也可以充電 因為我現在 LV藍牙耳機 本身這個也有 本身已經好像奶媽 本身已經有電 在這盒東西 剛剛換了這個細碼 真的小很多 這一件 剛剛戴好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 我也覺得好像有點大 可能我要上網看看有沒有XS的尺寸 因為這個位置 應該也是戴在這個位置 感覺好像 因為我第一次戴 真的不知道怎麼塞進去 有朋友也有這部藍牙耳機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如果你也有這個 耳洞太小的問題 是不是也可以買小一個尺寸的 耳朵的位置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了 我們到開箱到最後一樣 就是耳機 這個是傳統一點的 戴上耳的 也是同一個牌子 因為也是關於剪片的 有時候 不是很想戴這些耳機 要塞住耳洞 也想可能就這樣罩住 還有什麼時候我會用這一款耳機 什麼時候用這個 就是沒有化妝的時候 就是用這一款 因為它那個罩 有時候罩到這裡 有時候塗一些BB cream 粉底的時候 會放進去 化妝的時候 就是這些毛線 或者一些耳痛 有時候也不太想塞住耳洞 那麼久 因為其實 我平時 因為始終 我可以用speaker 在家裡 不用怕吵人 那些 所以我很少說真的戴耳機 而且就算我出街的時候 不止香港 可能坐地鐵 或者坐一些公共交通通具的時候 要戴上一些耳機 我就是自己開車的 所以我經常可以 大聲音樂 或者speaker 那些都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不是太習慣塞住自己的耳洞 但是有時候也需要做到 好 也是一樣這樣的 然後 它有一個很大的case這樣入住 其實這條片可以叫做youtube的拍攝工具 有一點點 然後這個盒子是這樣的 後面真的很有趣 也是很man 不過這個牌子一向都是很好的聲音 而且比較man 很小 我掉了充電線 不是那個東西 哇 很軟熟 這個位置 很高質 這個 因為其實我也有一個 之前買 我現在用這個recorder 它有送的 有一個很便宜的 類似這樣的耳機 但是這個真的超高質 這個 我現在戴一戴 其實平時我不會戴 因為現在化了妝 所以一定會適合到這個 不過我也想戴給你們看一看 哇 對 讓我戴厚一點 這樣就不會塗到粉 哇 對 這個我也是要研究一下 而且 也是無線的 這個 這裡是他們的藍芽 對 也很細 可以弄得很細 可以配合到這個 看真的它也有寫到L和R 即是Left和Right 這樣 就要試乎 對 左邊歸左邊 右邊歸右邊 好了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你們喜歡 而且如果你想看一些詳盡的review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想看哪一款的review 因為始終只是電話 我正在用過 而其他真的剛剛開箱 所以暫時沒有任何的review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你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紅書 好了 再見 Bye Bye